缘分 好吧 巧了 嗨 我回来了 怎么 你在我唱这首歌的时候 你干嘛去了呢 你什么意思呢 你这样 可能这就是心有灵犀吧 我错过了 你什么也没错过啊 今天的直播目前为止 还没有什么特别的高光环节 突然想到今天是有点像宝儿姐 缝宝宝吧 缺个帽子 真的 我头发真的长了很多 我自己其实平常觉得 我那天去剪头发的时候 他会把那个围布一围围上之后 我还觉得我头发 怎么长这么长 比我自己想象中的要长 你说哪个韩国那个BOA那个吗 哪里像了 发竿子也打不到一块 是的 我这个剪头发的时候 跟发型师说 老师我要一个韩式空气刘海 这个刘海 我一开始 他不知道这个刘海叫这个名字 我第一次去剪头发的时候 我跟老师说 我找了一个网红的照片 我说老师我就想要一个这样的头发 就是他平常可以时不时 扒拉在前面一点 但我想分开的时候 我也可以把它分开 是这么跟那个老师描述的 老师说啊 你就是要剪一个韩式空气刘海 是吧 我说对对对 我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人叫这个 我发现我老干这种为难老师的事 我上一次染头发的时候 老师我想要一个 它看起来是黑色的 但是就是灯光打下来 看起来又不是那么黑的颜色 完了老师给我染了一个 看不出来的颜色 我到直播间都没有人看出来 我染头发 这一回又是 老师我想要一个那种 平常可以扒拉在前面一点 但是我想分开 又能分开的那种刘海 那到底的当然是我亏了 我染完那个头发 我就后悔了真的 就我看到那个颜色的时候 我就已经觉得那个颜色有点太深了 比我想象中的要深一点 我想要的其实再浅一点就好了 但是还已经染完了 没办法 因为那个老师在染之前会给你对色号 他会拿一个色卡过来给你 就跟你比划一下 他说你看你是不是要这个颜色 他跟你确定你到底要哪个色号 他他会去调那个染膏 我自己确定的 我也后悔也不行了 就那么着吧 下次去的时候发现老师关门 换了一个门面 那不至于不至于 不是越是像我这样的 不是那些老师应该越喜欢 有一种人傻钱多的感觉 就是花了钱 最后好像没什么变化 冷酱能点个吗 你要点哪个 你点来点去你就那么两手 你就说吧 哪个吧 你说 小冷 小冷想好了吗 二选一 你要哪一个 不是有的时候吧 尤其是主播啊 就是如果等我不直播了 我可能我随便去捣疼都行 无所谓 直播你知道吧 就是你如果一下没弄好看 就是你如果给他弄回去 不然你就顶着这个丑丑的样子 你又顶很久 然后直播间的观众也会觉得不好看 我那个时候染 我自己在家染染头发 后来染完之后 我自己也觉得不咋地 大家也觉得直播间的水友也觉得不咋地 然后好像就差不多三个月吧 我给他染回去了 实在受不了 我就又给他染黑了 你说我现在去整一个那种 就是改变特别大的造型 给头发染一个什么粉色的那种 其实我一直想染那种 特别特别浅的颜色 就是你们看那种韩国女团 不是有很多 就是那种头发颜色 就是那种浅金色的那种 我一直想染那种特别特别浅的颜色 但是我又不敢 好怂啊 我现在可以三选一了 那你的第三个选项是哪一个呢 你到底选了哪一个呢 悟空啊 你年龄不合适 那种只适合小姑娘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人到了年纪 她不用染也是那个颜色 花白 银发 所以你要点哪个 你要点悟空吗 今天 对啊 那灰色不就叫奶奶灰吗 不用染 等变奶奶了 自然就灰了 到了年纪 头发已经掉过 这还是看保养 我外婆 我外婆年纪很大 我外婆都八十多岁了 但是她头发可好了 我也见过那种 就是 就是年纪不是很大 头发就赢掉 差不多的人 你选吧 看你嗓子情况 还是悟空吧 其实悟空 悟空我自己生两个Key唱 没有那么累嗓子 没有 这个东西很多时候 就是看基因 你就说像我这么 天天哭哭熬夜 我觉得头发也还行 如果你家里的长辈 就是 比较年纪轻轻 就没什么头发了 你估计也大差不差